最近大陆网民发现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解放军报的头版 连续三篇一模一样 网友惊呼 中国报纸都一加码 以后只看一份报纸就行了 专家指出 在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 党报一张面孔 这是必然的 请看下面的报道 早些时候 洋葱化报曾报道过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 三份报纸的头版几乎相似 最近网民更是发现 解放军报与这三份报纸的头版也是一样 而且是连续三天一模一样 这四份报纸连续三天的版面编排和照片基本一样 只是解放军报在排版上略有不同 但报道的内容完全相同 中宣部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几乎中宣部每天都要发通知 什么什么 而且有一些消息 他都规定了你是头版头条 每晚的位置 他都规定了 当然这些出现了党报一个面孔 那就是非常正常的 在中国来讲就是很正常的现象 高瑜女士还谈到 除了党报 其他的报纸也是大同小异 现在很多市场化的报也是这样 除了地方新闻有一些差别 其他的一些重大的全国性的消息 也基本都是一样的 所以中国这个他没有新闻自由 他这种千篇一律就是难免 在此之前 华尔街日报曾报道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今年3月14号的头版 除了将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改成四次会议之外 其余全部照搬去年2010年3月14号的头版 两者的版面编排与照片几乎一模一样 报道谈到 这勘章是新闻史上最懒惰的复制粘贴工作 而这背后所反映的 则是中共对宣传机器的严厉管制 对于这些宣传机构的职员来说 为了防止出现错误招致严厉处罚 简单的照搬似乎成了保住饭碗的最佳方法 对此有网友评论说 这就是鲜明的中国特色 当局强迫各单位订阅这些报纸 纯粹是劳民伤财 如果允许新闻自由竞争 这些报纸一份都卖不掉 高瑜则谈道 与这些充当中共喉舌 不愁经费来源的官媒相比 大陆其他报纸媒体的处境则是左右为难 对其他的一些都市报 那就处境就非常难了 他一方面他要市场化 他不市场化他没法生存 财政不报的 但是他在上面又有一个恶婆婆 就是中宣部还有出版署 这些都是要要求他们还是做喉舌 做舆论工具 除了报纸出现头版照搬的笑话外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官网 也惊陷乌龙年报 令人大跌眼镜 网友爆料指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上的 2009年年报和2010年年报竟然一字不差 甚至连日期都没有进行更改 有网友指出 在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媒体 只不过是政治的传声筒 新唐人记者黄丽达 李谦 李安安采缝报道